万门大学的同学们大家好 咱们接着来学习第41奖 资产组的认定与减值处理 这一节主要给大家说一说 资产组减值的账务处理的问题 好 咱们来看到 说资产组减值的这个账务处理 说根据减值测试的结果 资产组 包括资产组组合也是 说这个可收回金额 如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应当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减值损失应当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分摊 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减值损失 在这某一项资产组里 如何进行分摊的问题 这里还是有可说的内容 第一点 说应当首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中 商誉的这个账面价值 这个地方有几个点大家要知道 第一个就讲说我们首先抵减商誉 而不是首先按比例分摊 如果有商誉是不考虑比例的 先减商誉 把商誉减减击到零 减完之后剩下的还有没分摊完的减值损失 我们再按资产组里其他资产的账面价值为基础 按这个比例去分摊 然后再说到这个商誉 这个地方的商誉不是全部的商誉 而是商誉分摊到某一个资产组里的那部分 比如说咱们商誉的金额是100万 但是我们分到这个资产组里的只有30万 那我们对于这个资产组的这个减值的承担 是以这个30万的商誉为限 可不是说以这个完全的商誉100万为限 而是以这30万为限 说先把这30万的商誉减击到零 减完之后 如果说就已经没有其他的这个 要承担的这个减值损失了 或者说这个30万的这个商誉 我们只有20万的减值损失 那商誉还剩10万 但是减值损失都已经承担完了 商誉全承担了 已经承担完了 就不存在这个资产组里 其他资产再分担的问题了 对吧 这就没事了 如果说商誉是这个30万 假如说我们实际上 这个资产组要分担的这个减值损失是40万 那商誉30万先都充掉 充到零 剩下的10万 再按照这个资产组里 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为基础 这个比例 再去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分摊 这是说的有商誉 先充商誉 并且是这部分的商誉 这部分资产组里含的商誉 不是全部商誉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 好 第二个 说然后根据资产组中 除商誉之外的 其他各项资产账面价值所占比重 按比例 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这就说第二步 如果商誉充完了 还有 那各项资产按比重 去各自承担 说以向资产账面价值的抵减 应当作为各单项资产 说包括商誉的减值损失这个处理 记住当机损益 该确认这个资产减值损失的 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该计题这个资产减值准备的 这个计题资产减值准备 好 下面又说到这个 说抵减后的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不得低于以下三者中的这个最高者 就是讲说第一个 就是供应价值 减去这个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第二个讲的是说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第三个是零 那大家怎么去理解这个三者中的这个最高者 就讲说 大家看 先说前两者 我们这个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和进额 和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是前面反复确定的 这两者中的最高者 咱不看那零 这两者中的最高者 就是这一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然后我们用这一项资产 可收回金额和账面价值去比 记提这一项资产的这个减值准备 所以说那这个地方放这个三个因素 或放这三个指标 想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呢 大家这么去理解 就讲说 一项资产 是一项资产组里的资产 比如说 他自己去这个算 无论是用这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还是说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反正两者取其高嘛 取算 他呀 实际上 这一项资产 就是资产组里这单项资产 他事实上自己发生的这个减值 比如说只有八十万 但是我们按照资产组 整体分配下来 他应当分配的这个减值 或者叫应当承担的减值 是一百万 那这样情况下怎么办 就说对于这单项资产 只能让他最多承担八十万 这个地方就讲的是这么一个内容 就讲说 这一项资产 人家确实自己只减值了这个八十 那他就最多只能承担八十 资产组里分给他一百 他也只能承担八十 剩下的那个二十 就涉及到说这个二次分摊 就是因为这一项资产只减值了八十 他承担不了一百 剩下二十没承担的 在这一项资产组里的其他资产之间 再去分担 就是二次分摊的问题 这个二次分摊也是咱们考察的一个重点 无论大题小题 他可能都会涉及到有个二次分摊的问题 让大家算一算 而且我们一般来讲考察这个资产组的简值 二次分摊是个必考考点 不会让大家只分一次 就是要么有个商誉 要么有个这个二次分摊 或者是商誉 然后这个分配二次分摊都放到一起给大家考 这也有可能 还有一个就是说零 这个倒是好理解 就跟大家说 任何一项资产也是 我们以账面价值为限去记提它的简值去 不能说我们怎么算 算来算去 最后发现这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是负的了 对吧 假如这项资产账面价值就一百万 我们对它提了一百二十万的这个简值 最后减值完这个资产的账面价值负二十万 这个不可以 这个就没有这种事 我们对于这单项资产也是 无论它应当分担多少的这个简值 但是都以它的这个账面价值减击到零为限了 到零就到头了 所以这个零好理解 前面两个大家能这个把握 说因此导致的未能分摊的这个简值损失 应当按照相关资产组组 其他各项资产账面价值所占比重 进行这个分摊 这个地方其实讲的就是进行二次分摊 前面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分摊 其实要讲的就是二次分摊 刚才也给大家说了 好 咱们这节课就结束 谢谢大家